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战之中 希特勒还仅仅只是一个小兵 他亲眼见证了德国的战败 也亲眼目睹了德国战败之后的屈辱 在凡尔赛和约之下 德国将再次掀起战火 这不是偶然性的 而是必然性的 而正是这一时期 希特勒脱下军装走入政治场 必用德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取得了德国的大权 希特勒在二战中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 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号叫做恶魔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其执政的前期 他的的确却把德国带向了强大 但这种强大却威胁了世界的安全 而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 对希特勒的评价也充满了两面性 很多德国老兵都认为 如果希特勒的十九 三十九年对布兰发动战争之前死去 或者辞去德国总理一职 那么他将在德国的历史上成为德国近代最大的人 并且没有之一 但由于其太过于执着于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 从而把德国引入了战争 让整个世界陷入了战火 而德国自己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直到现在 由于希特勒在二战命令党卫军大肆屠杀 让德国一直背负了一段羞耻的骂名 到最后他看着德国崩溃 他没有选择接受审判 而是自己终结自己的生命 可他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倒是容易 但他所做的一切却让德国为之付出了超过五十年的战争赔款 让整个德国在战后一直抬不起头 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与崩溃 information